不 不 點 拉長 點還是偏低 這個點還是偏低的點 這個縮寫得太直了點 所以看起來這個字有點斜掉 有點斜啊 斜右上角去 這個也滑過來 這裡有多一個點喔 通常是不用那個點 滑上面輕 這裡來一個重 又馬上變輕 上去點 上面的筆順也可以先寫 這個地方 短的 走進來 它是鋒利的 那中間的間隔 要一致 然後粗細長短可以插一點點 這邊顯得非常的輕喔 輕的話筆其實是比較挺 那挺的話 其實筆是拿的確實比較直 但是不用在意它 是不是中中 當你筆 比較直的時候就有可能 像這個就比較側 像這裡還甩出去 所以它氣呢 側的出去 那它習慣又來的點 會比較低 高低 像這樣寫的並不長 輕不長 然後這邊的弧度 這邊有比較直 然後又來了 上面這裡又空很寬 這是它個人的習慣 上面跟儲稅糧無關 這次把下面筆畫 它習慣這裡生長對不對 那已經出現那麼多次筆畫下 它就試著把這裡寫短 然後寫重 斜接入直 這次撇的比較平 那 翹一點 咦 扭一下 左邊一族 右邊 拉開一點 這次的點比較小 看來之前的點都很大 切 切 上面寫的比較窄 慢慢的 這裡開始寫寬 拉開 加一點 弧度 這邊寫的比較頓 但是它寫的重 輕重 這裡就寫的輕 往外 過來一點 再過起來 急 這裡寫的輕窮 可以發現那個 吸肉油絲連帶的動作 很明顯 這也是這筆畫裡面最重的 點輕 皮有點側下去 甩下去的效果 這次上下兩橫的拉得非常的寬 很明顯的就是要跟剛才那個字長的不一樣 西方美學跟東方不一樣 西方幾何每個都要長一樣的 東方的才不長一樣 東方藝術就東方藝術 沒有技藥跟你一樣 哇 這裡還要甩上去 收筆的效果 中按輕蹄 捏一下 變重 抬起來 斜切 跳上去 捏一下 歪弧度非常的大 往上踢 撇靠中弓 收緊 然後點 點到外面來 再勾回來 咦? 看不懂 就是扭一下嘛 然後點 把它拉開 左邊一組 右邊一組 這個布寫的真是可愛啊 頭好大 小朋友大頭 腿很短 身體歪歪的咧 點又是滴滴的 點又是滴滴的 跟剛才不一樣 剛才是甩過去帶過來 這是往中間點的感覺 這就很明顯的 在同一個頁面裡面 盡量長得不一樣 不然剛剛才寫過又寫一樣 然後剛才是寫比較瘦的 這裡稍微粗一點 你再有粗細啊 長短啊 那很多東西就會 效果就不太一樣 這扭得也太大的吧 這就是 因為我經裡面 比較古典法度裡面 比較沒有這種扭過頭的 然後做 不連右邊臉還穿出去 這是在之前的寫 聖字的寫 也會這樣子寫 但是這跟一般 傳統的唐朝楷書 應該都不會有人這麼寫的 又出現一個聖 那這個聖 又要跟之前不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他處理 這裡寫的 直的 左不連右連 左不連右連 彈上去 這個做得比較方切 比較斜 吸到粗 然後這一次比較做到 比較不同粗的本身 每個地方都稍微不同以外 那這一次是把這一個地方 做一個細瘦的變化 又有不同 又有不同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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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起來有點交錯 才不會黏在一起 水 看起來這個肉撇到後面 才撇出來 優於美的樣子 重的拉出去 從下面撈上去 從拱過來 你比上居隙的 交錯在這邊 拉開很重 轉出 最後再把它封 還是上面寬了一點點